4月7日 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包括多艘万顿级主力军舰 宣称在台湾周边海域演训 恫吓台湾 1945年同一天 人类史上最大战舰 7万顿级的日本大河号 被美国军机击沉 退伍台湾军官黄鹏孝发文分析 缺乏空中优势的战列舰 在现代缺乏太空优势的航空母舰 都只会是海上标靶 自身难保 美军最近发布照片 显示神盾驱逐舰马斯廷号 4日在菲律宾海近距离 一路监控辽宁号 舰长翘着腿老神在在 黄鹏孝解读照片中的信心背景 黄鹏孝指出 辽宁号是前苏联时代的 相对落后工艺品 舰载战机兼15 笨重又制空时间有限 何况在太空时代 从基本的卫星定位 到军事卫星 对地面和海上目标的 侦查与锁定能力 才是决胜于九天之上的 基本条件 而在太空站 黄鹏孝分析几个层面 第一步 全球卫星定位的系统建成 中共北斗系统 落后美国GPS26年 而在卫星的补充速度上 美国SpaceX 今年1月发射一次火箭 就能再送143颗卫星上太空 其次 美国早就有 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 而接着 川普政府在2019年12月 设立新军种太空军 为联合部队提供太空能力 尤其美军实验中的 5架X37B无人太空飞机 创下在近地球轨道 滞留780天的记录 据称可以在半小时内 到达地球的任何目标 黄鹏孝认为 太空站的武器设备 最关键是高端晶片 因此科技能力的 世代落差 决定美国和中共 海空军战力的差距 不过 中共长期采取 军民两用 军民融合 偷窃等做法 渗透取得外国管制的高科技 媒体8日揭露指出 中共正使用超级电脑测试 极音速飞弹 而驱动超级电脑的晶片 是由天津飞腾公司 用美国软体设计 透过台湾的世心参与设计 委由台湾的台积电 以美国专利的机械制造 台湾与业者表示 都依照管制规定 而美国商务部当天宣布 增列7家中方公司 进入出口管制的黑名单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 张东旭 整理报道